还有一个回头我们要来一个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看什么呢 对有人说这个你看看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马上上映的我们的夺冠和唐探三 说这个大家都非常想看 但是呢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说每一部电影呢每一场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就是影片长度不允许超过两个小时 可是夺冠这部电影呢时长135分钟 如果想上映的话就一定会调整 如果不调整的话那么就等 等新政策出台 对导演剪哪段呢我还得单独给你剪一把 对 是不是 同时回头来说无论是夺冠还是唐三 唐探三136分钟差不多 对就是备受大家关注 然后现在上座率不允许超过30% 我怎么拍片 是 对吧 我怎么来核算我的成本和最后我的观影收入 票房等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当然我们正在慢慢的打开 我相信未来经过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形势不断的稳固 我们的上座率肯定会不断的往上调 大家中端的距离肯定会缩短 是吧 但是这个需要假以时日 当然回头也不是我们这个影院一方面的事 这个还需要考虑片方是否会提供片源 你别说看什么了 就现在能让我进电影院 让我进去看广告我都高兴 那可以 那现在给你点钱呢 龙五十个人过来坐着看广告 幸运你还能有点收入呢 看花木兰也行 花木兰是一百多分钟 对 它是在两个小时以内的 这个到时候看看具体的拍片情况